四天的连续假期结束 游客和异地游子也都赶在昨天离开澎湖 澎湖机场的秩序还算良好 仅有少部分游客后补 最后也都能顺利返回工作地 会出现机场后补排机位的游客 其实并非没有定位 一名游客就说 他是订了晚上10点多的班机 但嫌太晚 希望可以早一点回去 所以提早上来机场后补看看 但也有返乡的游子赶回工作地高雄 他说他就是没有订到机位 但要上班了 中午就来机场后补 有订到是晚上10点多的 但是他们想早一点回去 所以先来补位就对了 要回去上班 那怎么事先没有订位 都订不到 所以我从台北到高雄全部都后补 先到台北 对澎湖居民来讲 这边航空公司的班次真的太少了 县府派驻在机场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说 因为事先都有协调班机和受理定位 所以秩序大致良好 都还OK啦 高雄人比较多 可是也没有办法多到加班机 运人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出来 对啊运人应该不会 而且这个也不到加班机的工程 由于昨天是廉价最后一天 返回各地的游客会特别多 所以飞力澎湖的航班安排了56班之多 可以载运4708人离境 最后一班班机在晚间10点50分起飞 预计游客都能完成运送 记者 陈荣豫报道